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别墅中 对习日盟友包括奥巴马和佩洛西新生怨恨的情况 拜登因伸染新冠且面临党内压力 对于逼迫他退出竞选的行动感到极度不满 并在私下里对奥巴马等人表示强烈不满 面对近35名国会民主党人要求他让位的压力 拜登依然坚持参选 但党内的分歧和对其继任者的选择问题却越加尖锐 拜登是否能在这关键时刻迎回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 面对重重内外挑战 未来充满变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晚的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悉尼陈峰报的文章 以及他所揭示的关于美国总统乔拜登面临的复杂政治局势 我们会逐步解析其中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当前美国政坛的风云变换 最近 悉尼陈峰报披露了一则爆炸性新闻 称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别墅 中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隔离 同时也因党内压力而愤懑不已 文章透露 拜登认为这是某些民主党领导人 有组织的仕途逼他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这其中 拜登尤其对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感到不满 认为他是幕后黑手之一 而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则是主要策划者 拜登对这些曾经的盟友心生怨恨 尤其是因为他们曾是他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支持者 拜登的愤怒和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当前 民主党内部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分歧 许多领导人公开表示对拜登能否在2024年击败共和党对手唐纳德 特朗普表示怀疑 文章进一步指出 佩洛西和参议院领袖查克·舒默 推动拜登实现了一系列标志性立法成就 但他们现在却对拜登继续竞选持保留态度 奥巴马的前助手们也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这让拜登更加感到被孤立与背叛 尽管拜登和他的团队公开坚持他会继续参选 但私下里 拜登及其顾问已经开始讨论可能退出竞选的日期和地点 拜登对这些压力感到极度不满 并认为这些试图逼他退选的人 可能反而激励他更加坚持自己的竞选计划 在这篇文章中知情人士透露拜登甚至在远离权力中心的雷霍伯斯 海滩别墅中咳嗽不止身心俱疲 正在面临其总统任期中最危难的时刻 他认为奥巴马并未对他提供实质性帮助 甚至表面上的支持也显得十分有限 而这些来自奥巴马阵营的信息更是让拜登心生怨恨 认为奥巴马在背后操纵一切 这种现任总统与党内重量级人物之间的摩擦 尤其在选举前夕如此接近的时间点 是几代人未见的特殊现象 拜登与奥巴马的复杂关系 尤其是他们在白宫共事的八年 让这场政治戏剧更具莎士比亚式的色彩 拜登曾在奥巴马的支持下 从一个总统竞选失败者变成了副总统 并最终在2020年成功入主白宫 而现在曾经的盟友却成为了彼此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障碍 这种内部斗争不仅反映了拜登个人的困境 也揭示了当前民主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更多的国会议员 包括新墨西哥州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和至少九位众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佩洛西的亲密盟友们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无疑是对拜登的沉重打击 这种党内分裂不仅仅影响着拜登的竞选前景 也使民主党整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别墅中 81岁的拜登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隔离 同时也在与党内的亲信和顾问们隔离 尽管白宫医生产生了乐观的预期 认为拜登的新冠症状正在好转 但他在政治上的孤立和压力却未见缓解 在这种背景下拜登团队仍然坚称他准备重返竞选活动 以反击特朗普描绘的黑暗愿景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 我们可以并且将会在选票箱中击败他 这一声明虽然充满斗志 但能否消除党内的分歧与质疑 目前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与此同时党内的辩论和激情也在加剧 据报道 在一次有约300人参加的捐助者电话会议中 捐助者对当前局势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有些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呼吁拜登让位 以便为党内其他候选人争取时间和资源 目前 民主党内对拜登是否应该继续竞选存在严重分歧 尽管有些议员支持公开的提名过程 以便选出新的候选人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 跳过卡玛拉 哈里斯这一国家 首位女性副总统 从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 拜登的支持者则仍然对他表示信任 认为他可以继续胜任总统职务 总结来说 拜登当前面临的压力 不仅来自于共和党的对手特朗普 更来自于他自己的政党内部 这种内外夹击的局面 使他的竞选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 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和争论 将在未来几周内决定拜登能否继续参选 以及他能否赢得党内外的支持 感谢大家观看今晚的特别节目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关于美国政坛的最新分析和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乔·拜登作为美国总统 最近在特拉华州的海滩别墅中 面临一波来自内部的压力与不满 据悉尼晨报报道 拜登因为伸染新冠病毒而被隔离 并且对一些昔日的盟友 如巴拉克、奥巴马和南希、佩洛西 心生怨恨 拜登认为这些人正在组织一场行动 逼迫他退出2024年的总统竞选 拜登在政治圈中摸爬滚打多年 这些来自他曾经依赖的盟友的压力 让他感到不满和愤怒 报道指出 拜登对最近泄露给媒体的一系列消息 非常敏感 认为这些都是用来施压他退出竞选的手段 他尤其不满佩洛西 认为他是主要策划者 而对奥巴马的怨恨 则来自于他觉得 奥巴马没有在此关键时刻支持他 反而暗中使力 这些民主党内部的压力 在选举前夕显得尤为不寻常 因为这些人 曾是拜登在过去十多年成功的重要盟友 拜登虽然公开坚持 他会继续竞选 但私下里 他也越来越接受 可能无法继续参选的现实 甚至开始讨论 可能宣布退出的日期和地点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除了佩洛西和奥巴马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 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哈基姆 杰弗里斯 也被认为对拜登施加了压力 认为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将遭遇毁灭性失败 这让拜登十分恼火 并且他注意到 奥巴马并没有公开帮助他 即使奥巴马的前助手们 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这被解读为来自奥巴马阵营的信息 拜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矛盾 在公开和私下都在加剧 据报道 即使在白宫内部 拜登也表现出对奥巴马 和一些前总统助手的不满 特别是那些 在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中 造成历史性民主党失败的人 这种内部摩擦和权力斗争 让拜登感到被孤立和背叛 尽管面对这些内部的压力 拜登和他的团队仍然公开表示 他会继续参选 在接受采访时 拜登竞选主席詹妮弗 奥马利·狄伦强调 总统绝对会继续参选 并且拜登本人也表达了他的决心 然而 拜登团队也承认 竞选活动确实遇到了困难 支持率出现了下滑 但仍对竞选的最终胜利保持信心 此外 关于拜登的健康状况 白宫医生表示 虽然他仍有干咳和声音沙哑的症状 但新冠症状有所改善 拜登计划在康复后 重返竞选活动 继续对抗唐纳德 特朗普所描绘的黑暗愿景 并为自己的连任竞选辩护 总体来说 拜登目前面临的挑战 不仅来自政治对手 也来自于他所在的民主党内部的压力和不满 他能否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赢回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 仍有待观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先来看看拜登的情况吧 这位巴巡老将在政治界摸爬滚打数十年 现在居然被盟友逼下台 这可真是令人叹息 拜登可不像是那么容易被击倒的人物 他是在2020年击败了特朗普 成功坐上总统宝座的 不是吗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而且他在疫情期间推出的救助计划 也帮助了无数美国人 这样的攻击怎么能被忽视呢 楚天书啊 你说的好像拜登就是超级英雄一样 但现实可不是漫画 他现在身体状况明显不佳 又被新冠病毒缠身 还要应对党内的逼宫 这可不是什么光明的前景 再说了奥巴马和佩洛西这些人 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背后的政治运作 比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要复杂 拜登这次真的是面临着 他政治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 连他的盟友都开始离他而去了 齐齐 你这魔说真是低估了拜登的任性 他可是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人 当年奥巴马选择他做副总统 就是看中了他的经验和稳定性 现在拜登仍然有坚定的支持者 像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 他可是拜登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你说奥巴马和佩洛西在背后搞小动作 但这些人能真正推翻拜登的决心吗 拜登可不是轻易被击垮的 而且他还有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呢 楚天书 你这简直就是在美化现实 拜登现在的处境比你说的要糟糕得多 据美联社的民调 近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都觉得他应该退出竞选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再看看他在雷霍伯斯的情况 不仅身体不适 还要面对各种政治压力 民主党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这可不是拜登一个老将能轻易修复的 这种情况下 硬撑下去只会让局势更加混乱 还不如早点让位 让年轻一代来接手 琪琪 你这话说的未免太过悲观 拜登的党内支持者并非只是嘴上说说 而是有实际行动的 你看看国会黑人核心小组和国会西班牙裔核心小组 他们可是公开支持拜登继续竞选的 还有拜登自己也说了 赌注很高 选择很明确 他有信心击败特朗普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而是有实际基础的 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在有条不紊的运作 这次选战还未尘埃落定 拜登依然有很大的机会翻盘 楚天书啊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是拜登的竞选口号 现实是 民主党内部已经乱成一锅粥 而拜登现在身体状况又不佳 这种情况下 硬拼下去只会让局势更糟 看看过去的历史 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选举中的失败 就是个教训 再说了拜登的辩论表现也不怎么样 连民主党内部议员都在公开呼吁他让位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再不做出改变 恐怕民主党会在这次选举中大败而归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